Hello 大家好 我是 Peculiar Boy 这个频道专门讲解硬派曲风 包括 DJ Producers 的介绍 以及硬派圈内的各种新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硬派界的 BPM 所谓的 BPM 就是 bits per minute 一分钟有几拍的意思 像许多主流音乐常见到的 128 BPM 等等 而前前做了很多类似的介绍影片 但单纯从 BPM 以及现代硬派歌曲的角度 来分享硬派歌曲还是第一次 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非常推荐先看这两部介绍 再来看这部影片 首先 现今主流的 Hardstyle 单曲 BPM 都在 150 以上 不过其实更早之前 140 几 BPM 比较常见到 只是随着时代的眼睛 150 BPM 渐渐变成 Hardstyle 的标准 BPM 150 BPM 目前 Hardstyle 的 BPM 起跳标准 150 BPM 目前 Hardstyle 的 BPM 起跳标准 我们下期再见 像155bpm之前,其实很多歌曲在原版或许是150bpm 但到了现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会进行加速 像是Handhunters在20年的Devcon 1上面所播的 The Hunter and the Prey 就是加速至155bpm的版本 而155bpm,在目前的Hardstyle也非常常见 很多新生带来制作的人都以155bpm作为制作标准 如Disturb,Warface,ActorRageThanDone 来到160bpm 这个bpm,也是现今很多Hardstyle制作人会选择的bpm 但160bpm对于Hardstyle来说已经相当快了 所以对应的曲风就会相对极端一点 比如说Rebellion的部分单曲 还有Extra Rule的很多单曲也以160bpm做呈现 Gearbox Digital 创影圈都知道了 来到165bpm 这个速度对于Hardstyle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极致的 就如同160bpm一样 这个速度下的曲风表现形式 也比较残暴 难以让一般人所接受 但这个速度下到KickRole真的是蛮爽的 170bpm 这是一个模糊地带 早期的Hardcore也是160-170这个速度 但就如Hardstyle一样 人们对于速度的感觉会越来越快 现在170的Hardcore并不是主流的速度 不过有个频道叫RoleMonkey 里面很多170bpm的Hardstyle 虽然170对于Hardcore是基本配备 但对于Hardstyle来说 真的是非常极致的速度了 来到180bpm 这是目前的Hardcore的主流速度 Anger Fist DJ Mad Dog等等主流的Hardcore作品 都在180这个速度 不过其实也不是说到180我们就得叫它Hardcore 这个结尾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做补充 195bpm 这两个速度我想放在一起讲 因为你们知道就很快 很多做180bpm主流的Hardcore制作人 也会做190甚至更高的硬核作品 因为Hardcore上线很高 所以同一制作人到很高的bpm都可能有相应的作品 200bpm也是Frenchcore的主流bpm 法盒的大部分作品都在200bpm或者高一点 著名的两大巨头Dr.Pick Cook Sepha的作品都是如此 很多Hardcore也会以200bpm的方式呈现 It's called ecstasy 220bpm 这个速度常常是Up Tempo Hardcore的速度 但跟很多子曲风一样 以前的Up Tempo的速度 也是从比较慢的185左右进化而来 现在Up Tempo大多都在200bpm以上 其中220bpm左右为多数 不过这个其实很难说 毕竟Hardcore的子曲风到后面范围越来越大 比如说GPF就很常用269这个莫名其妙的bpm作歌 250起跳的Tarot或是更高的Speedcore 以及其他子曲风就太多太复杂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讲过的这部影片 我也想帮大家保护一下耳朵 除此之外 刚刚提到不是Bpm到的它就叫魔咒曲风 还是得靠它的音色表现形式来区分 比如说Sydetrans也有超高的BPM 但到190甚至超过200就叫Sydetcore了 Stereotype也是Sydetcore的代表性能物 还有像是Trap Beats也可以到很高的BPM 也有rapper挑战过210bpm来rap 由此可知BPM绝对不是界定曲风的标准 还有很多C集我在之前的影片都有讲到 如果你是刚进硬派的人 可以借由这些影片略知一二 那我相信今天已经粗略地解释了硬派世界的BPM界定范围 不就像我稍早说到的 BPM会随着时代而变动 所以现在所阐述的 只是目前很流行的BPM范围 以后如果有任何眼镜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 by bwd6